最近几天由张博主演的年代动作大戏 纵横四海正在拍摄的初次阶段 在本栏编导前往横店的拍摄现场探访时 看到炎热的夏季 张博正在跟女搭档穿着秋天的长衣裳裤来回奔跑 据了解当天拍摄的正是张博被警察通心兮奋 他没想到看似悬疑紧张的氛围 张博却和女搭档笑场了 我老实点不告诉你 我说三个数 一二三 就跑 回来 你不是说 据了解该剧正是根据电影综合四海改编的 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都有些类似 但当谈到自己的偶像周人巴时 张博却略选羞涩 他也不敢跟男神对比 但张博坦言在粉丝心里 自己也称得上是男神了 在刚刚过去不久的8月29号那天 是张博的生日 张博在没告知任何人的情况下 却收到了粉丝的惊喜 那个粉丝团大老远的来了四十多个来到恒店 真是处就是不远 万里来的 全国各地的哪的都有 我说这是我31岁生日 然后能跟粉丝们这么一起过 我觉得特别难得 一直支持我 然后一直算是摆我熟我的 从我刚刚拍戏的出道的作品 到今天他们整理的特别好 又送了很多纪念的相册 等于摆我这十年的东西 他们送给我一个这十年 让我最感动的礼物 我觉得对好多人来说 其实不太特殊 因为好多人在组里都是这样 但对于我挺特殊的 等于是 第一次 第一次 张博坦言最近横跌十分炎热 全组组人员都在胜扑下线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 张博还要挑大梁拍打戏 因此张博每天坚持健身 却没想到英超阳错脸的一身强壮肌肉 但由于当天张博穿着宽松的戏服 因此并看不出他的好身材 可是为了证实张博强健的体魄 编导真是没啥想招 还现场跟着活坏举的手腕 却没想到惨淡而归 五腕二三一开始 这劲确实挺大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